讲到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 很多人心目中的第一名 就是清明上河图了 但您可能知道达文西密码 但是您知道吗 清明上河图也有所谓的密码 而且所谓的清明上河图 居然有诅咒之说吗 我们再好好请教一下老师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清明上河图的基本资料 全长528公分 它是宋代的张泽端的作品 记载的当然大家很熟知的 就是北宋的首都开封 汴河的繁荣景象了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他既然珍藏在北京的故宫 台北的故宫不是也有清明上河图吗 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 清明上河图全球有非常非常多的 仿本对不对 而且到现在都还有人继续在访 但是最有名的两个模本 第一个就是明代求英版本 这是在辽宁博物馆的珍藏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北故宫的清院本 清院本是什么的 就是乾隆造极的五位宫廷画家所画的 我们马上来请教一下邱老师 很多人都说台北故宫 珍藏的所有的宝物是 故宫里面的精华 但为什么这个清明上河图 带回来的反而是魔本而不是真本 其实我们知道 从宋代的这个张泽端 开始画了这个清明上河图之后 后来一直在历代一直有人在磨码那个东西 像你刚才也提到最有名的一件磨本 是这一个求英的这一个磨本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一直在磨一直在磨 那磨本的这个过程还更好玩的是 每一个时代的人开始发挥创意 开始发挥想象 原本的话可能这么长 然后越画越长越来越长 大家开始加油颠簇这样子的 所以内容变得越来越复杂 穿的衣服也变得慢慢不一样了 所以你现在的台北故宫博院的这一个五成本 其实你去对照原本的这一个清明上河图 就是张泽端本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两张画基本上的构图布局其实差不多 但是细节的部分的话 那就差很多了 而且好像有人把它放大 每一个小故事对不对 里头有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还有几豆子和好蜿蜜 是这样子 实际上没有错 那当年搬家的时候的话 可能我们忘了把它 不是忘了带 是因为我们搬家的时候的话 那一件张泽端本的 就已经不在这个紫禁城里面了 所以后来我们在来的时候的话 大概就是来了就是这个五成本 因为那时候补仪带走了是不是 对 补仪先带走了 OK 原来如此 好 那所以现在增长在 这个北京故宫里面 就被北京故宫视为是镇馆之宝 大陆的CCTV就拍了纪录片 要详细介绍的镇馆之宝 第一集就是清明上河图 好 我们先来看其中的精彩片段 清明上河图中大量的笔墨 是在描绘汴河两岸人们的生活状态 很难想象 当时的东京汴梁经常缺水 大汗之年甚至出现有人渴死的情况 汴河里的水因为它来自黄河 泥沙很多 不能饮用 而在北宋初年 居民用水 民井不足多靠观井 直到公元1046年 宋仁宗下诏开井 这才大大缓解了居民饮用水的困难 清明上河图中闹市区赵太城衣铺旁 有一口水井 三个打水的人从容自在 这无疑说明百姓的缺水问题 已经得到了解决 而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泽端 通过这个小小细节 就展现了当时 汴京百姓生活的自在和安定 好 如今回过头来看 已经是旷世剧作了 对不对 2020年的时候 其实两岸也不约而同 都展出了清明上河图 但是据说是展出之后 必须要休养个四五年 才能够再展 对不对 但现在台北故宫有在展 对 没有错 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现在 就是我们讲话现在 正在展清明上河图 五成本的草图 它之前有个草图 现在正在故宫展出 好 我们先前也有讲过 古文物的诅咒 但据说清明上河图 也有所谓的诅咒之说吗 到底是不是纯属巧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诅咒的话 有点太夸张了 但是确实跟这张画 扯上关系的人 下场都不太好 而且都蛮悲惨 蛮凄惨 蛮不落魄的 像是这个画的时代 是宋国宗的时代 那灰清二帝 后来被抓走了 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历史 后来在北方 就死在北方 后来的话 这个弟弟被放回来 亲中被放回来 徽宗还回不来 眼巴巴看人家走 你看多可怜 不是吗 他的皇后 还被迫沦落到 到晚衣局里面去 晚衣局是什么呢 洗衣服 才不是洗衣服的 不是只有洗衣服 晚衣局只是招牌名称而已 晚衣局就是君记 官记的意思 但是在明代的时候 这张画 突然间落到一个人的手上 那个人叫延松 延松当然是个大全城 这没有错 大奸象 不过你们知道延松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他后来他也倒台了 倒台了以后的话 后来就沦落到天涯去 最后据说被暗杀的 这是延松 延松走了以后 他这个画又到谁手上去 到了另外一个大太监的手上 他的名字叫做冯保 冯保这个人可能大家比较不熟 可是冯保跟另外一个人联手 那个人叫做张居正 我想他就很熟了 张燕镇主外 冯保主内 两个人就把万历皇帝给控制住了 后来等到万历长大以后 就看张燕镇不爽 顺便也看冯保也不爽 后来冯保就被逐出宫以后 派去种菜 种到死为止 大太监了 后来这个画又进到另外一个清代大臣 叫做碧园的手上 这个碧园的话 事实上是个总督 清代官很大 可是据说碧园后来到晚年死了以后 他是先过世以后被抄家 被抄家 全家整个被抄家 抄家以后的话 这个画就进到了清代的宫廷之内 你看最后拥有那个人是溥仪 溥仪怎么样 民国十三年被赶出直径城 你看多惨 不是吗 等一下老师 我们都知道溥仪变卖了不少的祖产 但是其中有一个宝贝 她却已经增长了26年的时间 这又是什么 好像也被视为是镇国之宝 对吗 对的 这个宝贝叫做田皇三连戏 用白话文来讲就是用田皇石 所刻的三连印章 那它为什么会如此珍贵 是因为这个田皇石 它其实是要价不菲 就是比黄金还贵 然后用一整颗的田皇石 去把它刻出来 甚至是把它有三个印章的 链接在一起的这种工艺技术 也是非常的高超 对 那这个三个印章上面 有三个印文 这个印文是乾隆自己挑选的 因为他想要表达 他的一个师政的思想 或是为人的修养 所以在这个章对田皇来讲 是很有一个珍贵的意义的 那为什么溥仪会藏了26年 其实有几种说法 一个是溥仪他被读出宫的时候 他把它缝在他的衣子的袖子里 然后夹带出宫 从此就形影不离 那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在溥仪在围满洲国 就是傀儡政权称帝的时候 他过生日的时候有人送给他的 那不管是怎样我们知道这个三皇席 它其实在溥仪的手中存了非常的久 那直到1950年代才交出去 交出去 然后现在在北京故宫里收藏 的确这个故事说都说不完 不过我们暂时的要离开一下北京故宫 要接下来去哪里呢 大英博物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大英博物馆可能是全世界馆堂 最多的博物馆 但是很多人对于大英博物馆 很多的批评说根本的一些文物是窃夺而来的 好 大英博物馆又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有一件宝物 我可是花了25英镑买回来的 马上回来告诉你这段故事 请别走开 改过来 Zither Harp Viv Lit 你不想在国武兆 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